我差不多350块我就去买货 我就去买水壶 我就挑一个款式一个 那个批发商就跟我讲 小姐你是买来用还是买来卖 大家好我是Cindy 大家好我叫宝珠 我现在主要是卖保温饭盒和保温餐具 由于政府而现在鼓励大家 打包回去家里吃不要弹食 所以呢如果你用塑料饭盒多 制造浪费也多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几款好用的餐具 这个又健康又环保 我的行业是卖水壶保温壶 塑料壶也有汤壶也有 这行我们已经跑了十几年 会做这行也是因为做了很多产品 过后才会改这行 从十多年前小朋友都是跟我们买那个sticker 买到他们每个人大了就读书了 我们就改行卖水壶 对啊都认识十几年 对每个顾客都是熟客 最早我刚刚到新加坡我也做那种博生 所以呢我也是经历 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小小故事 因为也不是说一定说可以影响到你们 但是说就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其实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挣钱 虽然不是说挣很多 但至少你会觉得自己有信心 活得开心很充实 因为其中一个你会 虽然你可以真的维持你的生计 不是说一定等到政府的救济 你才能过日子对吧 对啊 因为我们日晒雨淋 我们的工作真的不好 如果真人结到我们的小伴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还是络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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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一些身边的人呢 可以跟你做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双手 有的事情你可以做得到 对吧 就是要靠自己做 因为他也是把孩子也养大二十多岁 对啊 我是没有孩子 但是我来新加坡是十七八年了 所以呢一直以来我都是靠自己的 没有你那时候本钱都要走去买货 我买货 那个都已经太多的事情 我很好笑 我差不多三百五十块我就去买货 我就去买水壶 我就挑一个款式一个 那个批发商就跟我讲 小姐你是买来用还是买来卖 我突然间啥 我说老板我肯定买来卖吗 我要做生意吗 他说人家买来卖不是一个一个 我说因为我刚刚开始 所以我的意思说不一定你要很多钱来做 钱去投资做你的生意 就说不是说很 我们不是那种大型企业 我们只是小本经营可以过日子 一方面时间自由 时间自由嘛 我们只是做早上嘛 你打工来讲 孩子生病你也是很难拿离开嘛 这个你时间自由 你随时你可以off day 对不对 孩子考试很多新加坡的家长那种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很多政府部门机构上班的 他们也是在鼓励在家办公 基于可以照顾家庭 也可以照顾 又可以做到工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 通过我们的小故事 可以影响你们说 看你们如果真的有这个可能 可以迈出这一步 你能做得到 嗯 对不对 很好嘛 嗯 嗯 里面是不锈干的 好 所以呢 你的很烧的东西放进去 它也不会伤害那个 它的本质 也不会造成毒素出来 我尽量告诉家长说 你给孩子带温水吧 就比较健康 不要给他们习惯喝冷水 也可以保冷 但是我会跟家长说 你不要告诉他可以保冷 这个只能保温 就能保温 你现在不放心 你一定是在上司 能立不坚强